体育方面 在昨天晚上结束的大阪田径市井赛的110米篮的比赛中 刘翔终于圆了自己夺取田径市井赛金牌的梦想 刘翔的这枚金牌呢 也是中国男子项目在田径市井赛上零的突破 刘翔的起跑并不是非常好 在前三个篮他只处于中间的位置 但半程过后 刘翔开始加速 连续超越了所有的对手 第一个通过中间 最终他以12秒95的成绩率先撞线 赢得了职业生涯的首个市井赛冠军 同时这也是中国代表团 在本届市井赛中的首楼金牌 使东鹏以13秒19的成绩名为第五